挖掘新闻内幕 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 尝译着那份情那份爱 《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这首由林书荣演唱的《昨夜星辰》 作为台湾电视剧《昨夜星辰》的同名主题曲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在当年红遍两岸三地 《昨夜星辰》是由台湾中式制作 陈清宇指导的电视剧 由寇世勋、沈时华、张永永、张佩华等人主演 剧情讲述了邱素云、周建邦、吴英强、陈秋香等几位年轻男女在亲情、爱情、友情上的纠缠不休 该剧1984年在台湾中式首播 播出后广受好评 在八十年代末期引进大陆 虽然没有像《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那些引进剧引起轰动效应 但也红极一时 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如今 距离该剧首播已经过去三十八年 剧中演员这些年近况如何 张佩华是周建邦 张佩华 1954年出生于台湾 七十年代末期加入电影公司 开始拍摄电影 陆续参演了拒绝联考的小子 年轻人的心声 不妥协的一代 家兄等影片 在三十岁时 凭借出演热播剧《昨夜星辰》 中俊朗帅气又多金的周建邦而被观众熟悉 随后 他受到琼瑶的赏识 出演了 《宛军》 《雪科》 《望夫衙》等多部琼瑶剧 赶上琼瑶剧巅峰的张佩华随着剧集的热播 也红遍两岸三地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 张佩华的演艺事业逐步趋于平淡 眼见演艺事业没有什么发展 张佩华开始逐步检查 专注自己喜欢的藏傲事业 张佩华有两段婚姻 第一任太太是一位空姐 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就和平分开 在拍摄影视剧《空中小姐》期间 对空姐傅文艳一见钟情 两人发展迅速 很快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 从近照来看 已经年过六旬的张佩华精神奕奕 状态不错 沈时华是邱素云 沈时华 1954年出生于台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进入影视圈发展 运气不错的她 在1979年凭借参演的电影 《一个女工的故事》 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此外 陆续拍摄了《浓本痴情》 《戏与柔情》 《爱在天涯》等电视剧 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在 昨夜星辰中饰演坚强独立的邱素云 凭借此剧走红的 沈时华演艺事业也越来越顺 然而就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沈时华却选择为一位 已婚妇商生下一个女儿 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沈时华的演艺事业也就此中断 时隔十余年 沈时华在台湾复出 相继出演了 《恋香》 《求婚事务所》 《蓝心飘芳》等电视剧 并且因为《爱杀时期》的出色演艺 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 寇世勋是吴英强 寇世勋 1954年出生于台湾 在广播电视科学习的寇世勋 还在学校上学期间 就开始担任临时演员 毕业后加入当地影视公司开始拍戏 在昨夜星辰之中饰演出身底层 为人仗义的吴英强 随着剧集的热播 寇世勋开始受到关注 此后又陆续主演了《易简梅》 《情义无价》等经典电视剧 而红遍两岸三地 进入新千年后 寇世勋转战大陆发展 先后参演了 《像雾像雨又像风》 《橘子红了》等多部热播剧 让大陆许多年轻观众 认识了这位优秀演员 气场强大的寇世勋 经常在影视剧中出演 《皇帝》、《富豪》、《黑帮老大》 等一类的角色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如今 年事已高的寇世勋 没有离开他热爱的演艺事业 偶尔还有参演的作品播出 寇世勋有两位老婆 一位是从小就认识的青梅竹马崔瑶琪 一位是后来结识的红颜知己 见美小姐许黎丹 无法取舍的 她希望大家在一起生活 而这两位女士竟也和平相处多年 张永永是陈秋香 张永永 1959年出生于台湾 从当地戏剧学校毕业后 进入演艺圈发展 主要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代表作品有 《昨夜星辰》中的陈秋香 《金剑凋零》中的月小差 《中世版》 《天龙八部》中的阿珠和阿子等 张永永与医生丈夫 在1992年结婚 婚后育有梁子 此后 淡出娱乐圈 先有消息流出 田丰是秋明渊 田丰 1928年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 学生时代就开始参演舞台剧 到台湾后 开始参演电影 正式开启演艺生涯 在台湾期间出演了多部影片 并且开始从事导演工作 参与指导了经典电影 《王哥柳歌游台湾》 进入六十年代 田丰前往电影行业发展 更蓬勃的香港 主演了《独臂刀》 《怪侠》《金武门》等影片 随着年龄的增长 闯荡多年的田丰 在八十年代返回台湾 参演了《星星之我心》 《昨夜星辰》 《包青天》 《老房游戏》等电视剧 与此同时 田丰还参演了《童年往事》 《英雄本色》 《青蛇》等影片 2014年 从一近六十年的田丰 获得第五十一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2015年10月22日 田丰在香港去世 享年八十七岁 马之琴是陈玉琴 马之琴 1942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幼时随家人移居台湾 从艺术学校毕业后 进入影视圈发展 早年间在台湾拍摄了多部电影 进入八十年代签约中式转战电视领域 在《昨夜星辰》中饰演 独立将陈秋香养大的 泼辣母亲陈玉琴 被观众所熟悉 并且凭借该剧获得台湾金钟奖 最佳女演员奖 此外 还参演了《易简梅》 《女巡抚亲情》 《今生今世》等多部电视剧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之琴逐步减长 偶尔街拍一些影视剧 2022年11月1日 马之琴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享年八十岁 谢平南是邱伟龙 谢平南主要活跃于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本土剧中 在《昨夜星辰》中饰演自私自利的女主哥哥邱伟龙 此外 还出演了《中世版》《陆顶记》中的陈浸南 《射雕英雄传》中的《完颜红烈》 《秦始皇与阿房女》中的《烙癌》等 演艺事业一直没有起色的谢平南 在新千年后便淡出演艺圈 陈燕燕是周母 陈燕燕 1916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进入影坛 陆续出演了《南国之春》 《三个摩登女性》 《母性之光》等多部影片 1949年陈燕燕移居香港 继续她热爱的演艺事业 并且创办了海燕影片公司 参演了多部影片 进入七十年代 陈燕燕开始减产 八十年代初期 来到台湾的陈燕燕 进入中世拍摄电视剧 在《昨夜星辰》中饰演 一位通情达理的好婆婆 在八十年代中期 年近七旬的陈燕燕不再拍戏 开始退休生活 1999年5月7日 陈燕燕因病逝世 林淑荣 林淑荣 1960年8月9日 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中和市 歌手 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 但若提起《昨夜星辰》 无言的结局 这些老歌 您一定耳熟能详 这些老歌的原唱者 就是台湾歌手林淑荣 林淑荣出道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 就已成名 1984年电视剧 《昨夜星辰》播出 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更是让她声名雀起 红遍港台及东南亚一带 林淑荣的出道颇具戏剧性 原由参加了 凤飞飞在中世主持的节目 一道彩虹 于模仿凤飞飞单元中 获得冠军脱颖而出 之后被冠上影子歌后的称号 虽然林淑荣的歌二十多年来一直传唱不衰 但认识她的人很少 甚至不知道歌曲的原唱是谁 2007年3月27日下午 林淑荣和台正肖 唐磊 李健 张玉华 陈明珍来即参加 山东奇鲁电视台 天下无双节目 借此机会 记者对林淑荣进行了专访 实力派唱将林淑荣将于2007年11月南加州演唱会中复出 魁为歌坛十年的实力派唱将歌手林淑荣 在歌迷们多年翘首盼望下 终于重新出发 林淑荣说到二十年前出道后 每日忙于工作奔波于星马台湾等地 为了想拥有自我空间就淡出荧幕 与哥哥在东京、北京、台北忙于生意 可是细胞内爱唱歌的因子 不断激发她登台演唱的欲望 加上旅居北京时间更多 发现大陆民众相当喜欢她的老歌 所以决定重新付出回到演艺界 一部经典好剧 总是能够让观众时隔多年后 对之进行回味 怀念 这就是经典作品带来的回响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